大家好 我是大雄 以军在加沙的地面行动进入关键阶段 已攻入了加沙城中心 并将哈马斯加沙最大头目 辛瓦尔及一群高层包围 以色列媒体昨天报道 有多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 袭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以及中部多个地区 当地近来响起防空警报 哈马斯下入武装 卡桑里发言人7日晚成 在过去的24小时里 卡桑里摧毁或击伤了 位于加沙地带北部的沙提营地郊区 和拜特哈南地区的15辆乙军军车 并用数十枚迫击炮弹 袭击了位于加沙城西北和城南的乙军部队 具体伤亡未说 但这说明两点 一 被围困的哈马斯武装还在拼死抵抗 而且还不耽误他发射火箭弹 迫击炮 二 乙军还要再加把劲 才能让哈马斯彻底熄火 乙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表态 如果哈马斯不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乙方就不会停火 他也同时警告 黎巴嫩珍如党不要惨战 否则也将被一起消灭 不过黎巴嫩珍如党 并没有把他的警告当回事 黎巴嫩和以色列媒体 当地时间10月8日都报道说 黎巴嫩珍如党武装发声明称 当天用直击和适当的武器 袭击了以色列的巴亚德 布里达 多维夫 萧梅拉等地的军事目标 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国土报说 有两名乙军士兵在多维夫遭枪击受伤 乙军当即进行了系列还击 同时炮击了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的 埃塔沙布 亚伦 埃塔伦 梅斯贾巴尔 布里达 麦比布 卡法尔舒巴 哈尔塔等地的珍珠党目标 11月8日 乙方发布的消息说 过去一天乙军继续摧毁哈马斯的地道 反坦克发射阵地及营地 打死了多名哈马斯分子 其中哈马斯的一个小队指挥官也被打死 乙军表示 乙军在夜间发起的空袭中 哈马斯武器生产机构的一名主要人物丧生 这个定点被清除的人叫穆赫辛阿布奇纳 他是哈马斯生产武器的领导者之一 专门负责生产战略武器和导弹 乙军南方司令亚伦分克尔曼少将与战斗工程兵团负责人 伊多米兹拉西准将 亲赴战旗多次进行战斗效果评估 然后他们指示乙军使用不同的设备 拆除炸毁乙军遇到发现的每一条哈马斯地道 此前媒体披露 曾有哈马斯领导人试图混在前往埃及的救护车中逃离 但被发现目前无论是陆路还是空中 海上哈马斯都逃不出去 全被乙军围困在了加沙北部 而且乙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以色列时报7日消息 乙军发言人丹尼尔赫格里说 乙军已经在加沙地带打击了14000多个哈马斯目标 摧毁哈马斯100多个地下隧道入口 并缴获了4000件藏在民用基础设施中的武器 其中包括火箭弹 路德社 法新社等媒体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 加兰特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乙军在海陆空部队的充分协调下 对加沙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现已挺进至加沙城中心 加兰特说 以色列国防军目前正在加沙城中心开展行动 并收紧哈马斯周围的脚索 加兰特还说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 辛瓦尔已被围困在了一处掩体中 他在与周围环境隔绝 他的指挥系统正在减弱 加兰特还对媒体强调 辛瓦尔是一个月前残忍下令 攻击以色列百姓妇孺的规则手 如今独自被困碉堡 失去和周围的联系 指挥链正在变弱 加兰特重申 乙军的目标是铲除加沙的 哈马斯武装分子 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 指挥官掩护设施 及通讯士等 他再次强调 在人质获释之前 不会出现技术或人道主义停火 这透露出几个关键的细节 已经是不会妥协的 已经包围住了哈马斯 在加沙的总部 而且加沙的哈马斯 大头目没有逃走 日前 阿拉伯电视台也报道说 辛瓦尔被困在位于加沙城中心 西法医院西面的哈马斯总部中 沙特的军事频道评论员 哈吉在节目中说 哈马斯领导层现在就位于西法院下方 那里是战争开始后 哈马斯领导层的指挥中心 10月7日晚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战争正在以前所未见的力度向前推进 我们每一个小时 每一天 都在加拿大对哈马斯的打击范围 他也说 以色列军队摧毁了哈马斯的总部 隧道和基地 数千个哈马斯分子已被以军消灭 无论是在地面上 还是在庞大的地道网络中 包括许多筹划并实施10月7日 恐袭以色列那些人 他还透露 在当前战争结束后 以色列将会无限期的控制加沙的安全局势 加沙应该由那些 不想继续走哈马斯道路的人来管理 这也透露出一个信息 乙方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后 对加沙地带进行较长时间的控制和管理 然后完成全力的顺利过渡 截至目前 乙军在对加沙地面行动中 已伤亡了32名士兵 自10月7日 哈马斯恐袭以来 乙军的死亡人数增加至了350 那塔尼亚胡说 乙方已经疏散了超过10万人的架杀民众 这一消息更让哈马斯捉紧 肉盾们都走了 谁来替哈马斯挡子弹 之前信息已佐证 哈马斯不仅让民众当肉盾挡子弹 而且他们自己也装扮成民众发动恐袭 有个视频显示 哈马斯分子躲在难民营或地下掩体中 身穿平民服装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如果乙军反击后炸死了他们 他们便会对外说 乙军炸死的是平民 这一小聪明以后 估计没机会表演了 媒体透露 乙军进入加沙后发现 哈马斯修建的地下隧道之复杂 令人感叹 此前哈马斯曾专门邀请 今日俄罗斯的记者 参观他们的地道 据称这些地道深达60米 组成一个庞大的地道网络 错综复杂 其中还有出口可直达以色列境内 方便针对以色列随时进行空隙 有人说 哈马斯能够修造这么牛的地下隧道 为啥不为民众修建一条地铁呢 别说地铁了 就是个地下掩体 哈马斯也不会修 日前哈马斯的一个头目公开说 地道只供哈马斯战士使用 保护平民是联合国和以色列的责任 这还不明白 哈马斯只是在利用民众当肉盾 民众想得到其保护或从哈马斯内里获得点好处 是不可能的 不过有一点 哈马斯的地道啊 虽然厉害 但它有个天然弱点 就是得不停地换气 这需要电力和燃料供应 没有电力便无法照明或启动电器以及装备 没有燃料就无法持续换气 就得憋死在里面 而且以色列方面已经宣布 禁止任何燃料进入袈裟 防止被哈马斯用作装备和地道网络运转 不知道哈马斯的燃料还能用多久 有人说可以用两三个月 但在乙军的定点打击下 这些燃料和电力设备还能停那么久吗 值得怀疑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 在乙方停止燃料 电力供应的情况下 即使不被乙军消灭 也可能被憋个半死 昨天还有个消息说 目前乙方已经派出战斗机 轰炸了加沙北部最大的特拉扎塔尔水库 现在不但哈马斯的饮用水告急 那些支持哈马斯的平民想喝水啊 都是个问题 每人每天定量50毫升 跟墨水瓶那么点水能解渴吗 所以很多人坚持不住了 最好通过乙军开辟的安全走廊 前往加沙南部 在加沙南部 乙方建有临时的居住点 免费足量的供用食品 饮水和药品为啥不去啊 另外据说乙军还有一绝招 可能会把洪水引来 不用废事轰炸 将地下60米深的隧道都灌满水 地道还能藏身吗 目前还不清楚 哈马斯在地下隧道中修建的防水工程如何啊 能否防得住不被洪水淹死 不想被淹死 是不是得吐着泡泡跑出来啊 拭目以待吧 人类在进步文明在发展 那些试图通过暴力野蛮的丛林手段 逞强凌弱的人和组织啊 最终都将被文明和进步所粉碎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喜欢大雄的话可以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